现在很多小区越临绳的小区越多 就很多临绳小区达到90%是深圳人 但我最关键的就是价格 它是逼的 我认为这个房货的 高房价逼的 尤其疫情之后 以前大家觉得住个小房子还无所谓 那现在疫情之后 你如果说在家里 是不是还是需要空间大一点好一点 虽然现在有网络 但是你这个客户还是要长距实时的见面 喝个酒喝个茶对吧 还是要的 对啊我们这个不见面就做不了圆拙派 对啊 好来欢迎二位 来到我们新一期的这场圆拙派 第一次在节目里面这样喝酒 对啊 那我还是要先向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地产援作派的嘉宾 这一位呢是来自金仲地产集团的副总裁姚辉先生 我们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动能智库的戴新林先生 戴院长 欢迎两位 还给自己一个这个掌声 必须的 那今期这个我们关注到啊就是东莞啊这个也出台了这个楼市调控的应该说是放松的一个政策 那么东莞为什么深圳人很关注东莞的政策呢 因为东莞属于林申啊 林申尤其是东莞的林申片区跟深圳人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应该说是有很多的人都会到林申片区去去职业啊 就是深圳人他这个投资观念很强 他把买房都是看中一种投资 他觉得哎那你没有获得相应的汇报 那我可能就是个坑 对是这样子 对那那你们认为到底是红利还是坑 那为什么大家会去考虑林申片区去职业呢 首先呢第一点呢 也还是给这个距离有关系嘛 因为像东莞的林申我们在凤岗唐夏 窝过清晰张木头这一代 他跟深圳是无限对接的 那其实现在深圳的外环 已经都把东莞的这个唐夏凤岗 都已经纳入到深圳的这个范围里面来了啊 像我们从福田中一区我们去唐夏 可能比我们去龙岗还要方便 就这个距离的拉近 就是这个城市之间是没有界限了 第二个就是双城生活的人 像深圳给东莞的通勤人数 每个月是在72万左右 还有这么多 对72万这是有官方数据的啊 那主要的第一点我倒觉得 就深圳给东莞的这种城市的 这个产业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啊 我们能看到华为从板田 直接到了松山湖 但是华为很多人每天还要回来的吧 还是有些家在深圳的嘛 这个就是通勤的这种产业的 深密的合作 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联系 这是第二点 我大概从这两个方向来讲 从我角度看啊 现在呢很多小区啊 越临省的小区越多 就很多临省小区达到90%是深圳人 但是这一点就是我认为啊 最关键一点还是价格 就深圳的房子有多少人买得起 对 那这种情况下 他要进行一个发散思维 哎呦 这个交通交通成本 我是不能算得过账 嗯 那我是不是能在那边找个工作啊 嗯 或者说我是第二基础啊 还是旅居啊 还怎么样 他得想半天 嗯 对 所以说这个也跟工作各方面有关 他可能在工作 哎 我能照顾到深圳 我能照顾东莞 我又能照顾到广州 嗯 等等这一代 或者说咱们说这个 咱们的大湾区他都照顾到 嗯 所以很多人呢也会选择在这里 但我最关键的就是价格 嗯 其他别的我认为 只要给他这个自业者找个理由 嗯 他是逼的 我认为这个房 高房 高房价逼的 他没已经没有其他别的办法了 要不在惠州 要不在东莞 嗯 现在在中山呢 反正中山 深中通道还没开 对 所以说他只能选择东莞 再有一个我认为 还有个特点 等于说如果是催直的方向是东莞 或者偏左一点也还是东莞 那这个催直和偏左的方向是哪呢 是广州 所以说大家来讲往这边走 你会发现他这个人就比往惠州要多一点点 可能我首先选唐夏凤港 凤港好像都深圳的了 是不是 你买的远 有可能就是坑 你买的近 你可能买了深圳的房 你买你比如说你说凤港 那凤港光荡这么下了一块 一画地图以后你会发现凤港不就是深圳的 你包括还有一种啊 就是说一种是买不起房 就是确实是承受力的问题 还有一种是主动选择的 比如说他可能到了一定年龄 他没有这个通勤工作通勤的这种要求 也没有孩子读书的这种压力是吧 他可能就选择一个环境比较好啊 然后各方面生活的舒适度比较高的 就有点像选一个养老住宅一样的 也有很多人是主动选择的 我知道的就有人主动的 比方说到惠州去买一套 他就是养老的房子嘛 他不在意说 他是哎呀 未来我能这个价格能翻多少 能涨多少是吧 但是哎 我注重他的这个品质 我家那住的很舒服啊 环境或者有没有好的资源 其实这也是一类人 其实呢 你看我们到东莞呢 你会发现 哪怕的价格是是便宜的不少 但他那个那个环境啊 要好很多 那好很多以后的话 其实我们认为这个也是价值 那可能这个可能又算了一倍价格在里面 对对对 基本上我想跟非常这个赞同戴老师讲的这一点 就是龙华的价格是东莞的一倍啊 刚刚刚好一倍 但是你在比方在龙华 你买个五万多的房子 可能你是非常偏远的一个地方 但是你在东莞上前一步 可能买到就是湖山啊 景观什么都有了 产业配套都很全的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会纠结犹豫的点 我在这边可能越购要在三万 两万两万五到三万之间 我上前一步 我可能就轻松一半 这个他说的很对啊 那你们的这个空气清新啊 你包括这个密度啊也低 包括包括你你拥有的面积 拥有的面积也大 对不对 尤其疫情之后啊 以前大家觉得住个小房子还无所谓啊 那现在疫情之后 大家你如果说在家里 是不是还是需要空间大一点好一点 对 就疫情以后 我认为这种很多人要买这种改善性住房 所以改善性什么 就是大房子 因为你突然之间你关了以后呢 你发现这个小房子跟你关进去 你这很难受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在这里可能买的房子 可能买了100 可能到那里可能就买了100 144啊 对不对 或者是更大一点也都有可能 就等于说是这个空间的这种概念的 和深圳的空间概念是不一样的 跟一个问题是不是也有关系 就是深圳的还是土地景缺嘛 还有一个就是你开发量还是受限嘛 那是的 对吧 就是你的供应还是不足 而且说深圳人的这个住房的自有率啊 自有率并不高吧 你要这样算 其实很多人有房的人呢 都有好几套 对 那你这一个呢 就36118 你可能在深圳呢 只有60万人 拥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叫什么 商品房 这个比例太低了 太低了 太低了 这就是太低了 那剩下都是那种所谓的这种陈农村啊 就是说深圳的供应不足 也是说那么东莞惠州的供应 可能可以弥补这一块 对对对 它这个城市圈 都市圈是互补的嘛 对 你认为都市圈 其实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差不多 也一样的嘛 你包括你比如说像纽约 纽约附近就新泽西嘛 纽约买不起 我就到新泽西嘛 一合之隔 然后坐个火车 什么坐个什么藏扶去上班 也是这样的是吧 他们的通勤时间 你比如说开车 也得要一个多小时 那在纽约的时候 我是从长岛到纽约市区 基本上只有两个小时 通勤距离非常长 是吧 我们有时候会减少这个通勤 但是有的人是没办法 你可能用通勤的这种时间 代价 代价 来挣钱吧 对对对 就现在买房 你到底能不能踩坑 我都认为有一个核心 就是你的营商方式是什么的 比如说我的客户 主要在这个深圳和广州 你可能住的东莞 可能是最合适 对对对 左右方圆 对左右方圆 嗯 虽然现在有网络 但是你这个客户还是要 还是要有时时要见个面 还是要有时时要见个面 喝个酒啊 喝个茶啊 对吧 喝个酒啊 喝个酒啊 对对对对 所以让我们这个不见面就做不了圆桌派 对啊 现在疫情以后 嗯 我认为有个关键词 就是要社交 是 所以说买房子的时候呢 你要能不能 要考虑它的社交属性 对 社交属性你要考虑 以前可能我没这么考虑过 大家现在疫情以后更加需要社交 嗯 就是我认为 比如说你能不能踩坑的话呢 可能你说你这个社交气球是不能满足 嗯 如果你太远了以后 没朋友 没朋友 你怎么弄啊 哈哈哈哈 没朋友 没朋友就没人来 就没路子 对 就是大家还是要见面碰撞 才有火花 才有机会 是吧 你在堂下 你在咱们说那个凤岗 嗯 一个朋友说 咱们出来喝个酒 啊 你打车你还能打得到 对 是不是 太远就打车都没车了 是吧 车来就回不去了 不是 你一算 哇呀 这喝酒的成本这么大 算了 你去了 算了不去了 是不是 那我们合理的这个社交需求的这个时间圈 大概在 我原理上来讲 一小时有点远 半小时 半小时 是最理想的 是最理想的 那我们说 总体来说 就是说凌晨它肯定是一个趋势 对 对深圳的高房价 它也是一个环节 或者说是一个解决之道 比如说你在深圳 如果不想承受特别高的这个房价的压力 那我肯定要考虑去这个凌晨片区 去选择 去选择 是吧 这个时候我们在惠州 因为跟政府在讲 就讲四季抗氧产业 就是浓缩 浓缩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说现在我们开发很多小区太散 或者说我们通常专业的角度来讲 就配套太少 不要单一 不要单一 那配套太少的时候 它把它盘子撑得很大 所以它这种情况就会出现很多配套不足 在惠州那边淡水那边还好一点的 你往里面走 配套非常不足 它为什么 比如说很多人在那买的是个坑 买了以后发现大家赚钱也赚不了 生活也生活不了 就是一个睡的地方 就是一个睡的地方 完了到时候累的什么程度 累的到了以后可能累的睡不着了 要新婚过度 所以说我认为还是说 真正说扫踩坑还是离我们近的房子 这点我认为还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惠州的定位不是后花园吗 人家主要发展旅游 文旅 其实你要说惠州真把康奖做好了 也还是不错的 现在是它的大方向 它也应该能够带来大批的人口 带来大批的消费 因为养老产业未来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它很大 它地方很大 它其实是深圳的五个大惠州的地方 然后环境也不错 整体环境 无论有山有海 还有湖很多 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 可能未来在临绳的房子 在惠州这块 可能未来像淡水这些惠阳这边 可能我反而是也会看好这个地方 就是说未来也许会有转机 可能现在可能状况 就像大家说的 你觉得踩了个坑 踩了坑 但是未来你把时间放长一点 可能会迎来转机 对 因为深圳人作为投资者 他还是比较理性 而且那边还有人在买 我跟你说 前几天我们做了一个高端的一个试验 其中有个嘉宾就说要在那边买一趟 我自己也都快在说 我说你自己住酒店都一算一下 这个费用你可以住到一百年 可能你买一套房放到一年 不去到两次 他跟我讲的就是 他老婆跟孩子就喜欢海 这就是因为不缺房子了 家里面在深圳不缺房子 就是买个爱好 那我就说 那你 这是有钱 对 我就 那我就给他说 那你要买个爱好 你就不要追求他的高回报 你不要追求我未来能涨多少钱 这就自我的一个需求 实际上就是说 就是我们原来那种 对购买房产的单一的这种思维 就是完全以投资的回报来衡量的这种标准 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 对吧 也是有问题的 就是你说是红利还是坑 其实它很大程度上是从这个角度去考量的 就是我涨了 那我就红利 我没涨 我没挣到钱 那就是坑 但是咱就像类似我说的 别墅虽然它涨的不多 但是你住进去 你那个梦想实现的快乐的感觉 你再花钱就买得到了 可以替代这个金钱的损失 每次发我朋友圈 发现窗外面有栗树 好多人羡慕你 对 感觉还是不错的 鱼打窗帘 鱼打芭蕉是吧 这种私逸生活在深圳这种还是蛮难得的 因为你是甲方啊 你代表甲方 你肯定说这个是红利吧 你更多的站在这个是红利认可的这个角度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是第一步 你就是目前还没有这个名额 或者是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去购买的时候 那你上前一步先有个安身立命之所 最起码我在这里有一个基础的家 然后我在这个城市能打拼 能承载很多的东西 对 先定下来 然后我在如果经济环境收入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把这条环换掉 然后我进入到深圳 我是也是非常轻松的 应该是 最起码有个基础了 所以说在未来的话 就这些方式 比如说我们临森也好 临森稍微远一点的好 可能很多人在生活的时候 开始可能是临森 后来就变成那辈子是无乡了 对对 会有这样的概念 所以说我整体来讲 我认为 未来在大湾区这个地方买房 基本总来说还是不错的 对 中国经济的龙头所在 对 如果这个地方都没有价值了 你想哪里还有价值 对 我们称为这个湾区价值 对 在未来来讲的话 就是说在这个珠江两岸 那珠江两岸的话 其实这一岸 深圳东莞广州 我在地产派 发现更有价值的资产